各位朋友好 今天还是想和体制内的朋友和商界的朋友谈谈心聊聊天 从哪聊起呢 就从现在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习近平谈起 现在大家对这个人都非常的忌惮 那你看他一方面是搞了一个国监委 而且把这个国监委的这个总部设在东厂胡同 那个国监委的老大杨小杜 公开的就说了 这个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那就是要把这个国监委办成东厂 东厂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主要是监视迫害明朝的官员的这么一个机构 现在这个国监委 现在又就是个东厂的一个在现代版本 就是要针对诸位的 这个局势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明白 那习近平呢他这个人呢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吊书包 无论到哪讲话 先列一长串的这个书名 说这些书啊他都是读过的 到底读过没有谁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本书啊 我相信他肯定是没有读过 这本书呢就是中国历代帝王必读的书 而习近平做一个现代的帝王居然没读过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 因为知智通鉴的第一卷 开一篇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如果习近平读过 那他现在整个的施政的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咱们现在今天呢就来讲一讲 知智通鉴的第一篇 那第一卷 这个第一卷讲的是三家分禁的故事 实际上呢三家分禁之前呢 禁国是有四个大家族 由这四个大家族把持禁国的朝政 这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中共体制内的 七常委共同执政集体领导制 邓小平早就确立的这么一个集体领导制的制度 那这七个常委背后呢 还有各大这个元老家族 这些人是共同治理这个国家 说的好听一点 说的再明白一点 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大家共同瓜分这个国家的财富 大家相互之间呢 形成了这么一个啊 这个一个平衡 一个动态的平衡 共同瓜分国家的财富 但是到了习近平这里啊 他就要把这个规则给推翻了 给颠覆了 要重新再来 要变成一家独大 当时禁国的这个情况啊 跟现在啊就特别相像 那时候四个人啊 四大家族 第一个呢 是智家 智利的智啊 智家 那第二个呢 是韩家 第三个呢 是赵家 第四个是魏家 韩赵魏 大家都要明白 后来三家分进的 还有一个智家 这家呢 实际上啊 在当时啊 是最大的家族 实力最大的家族 宾利雄厚 站在地盘也大 而这个智博呢 这个人呢 个子非常高啊 长得还挺英俊的 而且呢 公马娴熟啊 军事上啊 也特别有一套 不仅是能武 而且还能文 口才非常好 能够跟任何人辩论 他都不会输 这个人呢 这个无论是文采武略 大家都觉得是非常厉害 但是呢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仁 对别人呢 非常的苛刻 对别人呢 是欲取欲夺 是这么一个 个性强悍的这么一个人 大家看看 这个是不是和老习 现在有一点相像呢 当然老习没有 那个文采武略 就谈不上啊 但是呢 对其他的人 欲取欲夺 这一点呢 是非常的相像 为政不仁 这一点是非常的相像 这个智博呢 对这个世家 这个共治晋国 也有点不满 也想啊 搞成一家独大 要想搞独裁 要想把晋国 自己给独吞了 那他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 采取的是 蚕食精吞的办法 他就先向啊 这个韩家的韩康子 就向他要土地 韩康子呢 就马上就把土地 给献上献给他了 后来呢 就找魏环子 要找他要土地 魏环子呢 这个人个性稍微强一点 还准备不给 但是他手下有个家臣 跟他建议说 现在我们打不过他 你一定要给 等他呀 找各家的诸侯要过去 如果其中有一家诸侯 不给他 那是势必会引起战争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 把他给灭了 那魏环子一听 有道理啊 马上装作很很顺服的样子 就把这个土地就献给智博了 智博一看呢 搞得挺顺利 先已经干掉两家了 这个时候他就去找赵香子 赵家的那个掌门人 就去找他要地 结果赵香子 这个脾气就更硬了 就说不给 你怎么办 这个智博当然就率着军队 就过来要打他 而且呢 不仅是自家的军队 还率着这个韩家的 和魏家的两家的军队 胁迫他们一起来跟他攻打 造香子 造香子一看打不过 逃一路逃 最后逃到一个地方叫晋阳 在那个地方准备死守 纸香子攻城攻了一段时间 攻不下来 怎么办呢 他就引这个焚水 焚河的水去灌这个晋阳城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领着韩康子和魏环子 三个人一起坐车 就巡视在晋阳城 看看这个战场上 现在可不可以攻打了 那一看呢 这个城墙啊 淹的只剩下三板 大概三板大概也就是不到 不到两米的 这么一个高度 没淹水了 所以城里面那个水啊 是淹得非常深 他一看呢 说这个胜利在望啊 就高兴的说了一句 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啊 用水攻还能把一个国家给灭掉呢 这个时候啊 韩康子和这个魏环子啊 相互之间呢 就使了个眼色 哎呀 心领神灰了 就是说啊 灭掉这个晋阳城之后啊 今后就该轮到我们了 因为那个时候人铸城啊 都是在水边上铸城的 每一个城市都可以用水来攻的 这个智博能这样灭造香子 照样可以这样灭这个韩家和魏家 所以大家现在心里面呢 就已经做好了 这个叛变他的准备了 大家再来对照一下 看看习近平现在啊 所做的跟当时的智博 是不是也很像呢 你看 现在他早已经把这个安邦给灭掉了 把这个财产给收过来了 现在呢 大家都听说了啊 马云的支付宝 现在啊 进出的余额啊 都收到限制 以前20万随便转 现在呢 你转2万可能都困难了 那也就是说 以前这个马云背后的大老板 他的这个地盘呢 现在又被习家给夺了 这个安邦啊 和马云啊 支付宝背后的 这个大家族心里面能高兴吗 当然不高兴 不高兴呢 暂时也拿他没办法 人家风头正盛啊 锋芒毕露啊 所以现在要避其风啊 那习近平呢 现在还会一路的这么干下去 为什么呢 他要一人独大 要建立一个独裁的体制 那他自然的要把这些大家族 全部都给蚕食精吞掉 全部都给 最后啊 要把他们全部给灭掉 要不然呢 他怎么能成为独裁者呢 怎么能成为皇帝呢 皇帝 他就是不能跟别人来分享权利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城 所有的地盘 都是他的地盘 所有的人 都是他的奴才 都是他的奴隶 这就是皇帝 这就是独裁者的心态 这就是独裁体制 所必然要要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除了这个马云的支付宝啊 吴小辉的安邦之外 他还会继续的这么干下去 而且不仅是要抢你地盘 最后还要把你们送到秦城 把你们送到秦城去养老 这是他要建立独裁呀 必须走的一些步骤 那么到最后呢 他就一定会遇到一两家拼死反抗 而这一两家拼死反抗的时候 被他剥夺了这个 被他抢夺了势力范围的 遭到他的羞辱的 这样的各大家族啊 最后就趁机在背后捅他的刀子 这样呢就把他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那当时的这个自博啊 最后啊结局就是这样 造香子被围在靖阳城里面 有一段时间了 快淡尽粮绝了 他这个时候啊 就派出了一个税客 去游说韩康子和未还子这两家 那当然了这个游说工作啊 就特别容易做 为什么呢 大家利益一致啊 这个道理啊 一点就通啊 只不过是大家相互之间 要有一个接触而已啊 要达成一个合议啊 只不过是做这么一个工作啊 税客一到 那三家就达成了协议了 由赵湘子派出一队赶死队 就在这个河堤上面呢 在冯河的河堤上面呢 挖开了一道缺口 那让一股水啊 冲到这个自博的军营里面 那自博的这个军人呢 就开始去捕这个河堤啊 这个时候呢 韩湘子未还子 趁机从后面进攻自博的军队 自博的军队啊 就经不起啊 这种突然的袭击 那这个时候啊 赵湘子也率着人呢 从城里面 晋阳城里面冲杀出来 冲进自博的大帐 把他给斩首了 那么自博的军队啊 就土崩瓦解 习近平这么搞下去啊 无非是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呢 就是如果是中国啊 没有一个狼儿啊 14万人骑结甲 成无一个是狼儿 那他就会啊 逐步的蚕食侵吞 把大家的地盘都给抢过来 最后啊 把大家都送到秦城监狱去养老 那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是其中有一个两个狼儿 跟他拼死一搏 最后其他的人呢 那些胆小的啊 那些软弱的人一看啊 那有人领头了 那么就会一哄而上 大家鸣鼓而攻之 万箭齐发 那个时候啊 习近平就会变成了 纵食之地 双拳难敌四手 一虎难敌群狼 那最后啊 他就会被施成粉碎 现代社会啊 可跟当年 这个三家分进的不一样了 现在是主权在民 天下为公 大家最好的出路啊 就是把现代自博习近平 把他拉下马 赶下台之后啊 把这个国家还给人民 今天呢 跟北京的一个朋友聊天 就讲起来 现在啊 官场的心态 这两天 北京不是下大雪了吗 金森胖 防北京之前呢 那又是这个漫天的风沙 又有这个弥漫的雾霾 现在官场的人呢 大家都比较迷信的 相信这个秘术啊 相信风水啊 大家看见这种天象 异常的天象啊 就有一种天下相变的 这种感觉 这种预感 当然最高当局当然知道大家的这种心态了 所以说这个媒体这两天呢 在润物细无声的 在告诉大家 说这个是正常的啊 四月份呢 北京下大雪 这个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以前也下过的 实际上以前呢 下的那哪里是这么大的雪呢 以前下的就是在北京 郊区的山区里面 下一点小雪 四月份了 还下这么大的雪 好几十年都没遇到过了 不过呢 他们一定要说这个是正常的 哪怕是天上下刀子 他都要说是正常的 不正常 那不就麻烦了吗 不就更加增加了 人们对体制崩溃的这种预期了吗 不过呢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提个醒啊 我知道大家这个心理压力都挺大 生活在那种官场之中 随时都有危险啊 现在这个危险呢 越来越宁静 有心理压力 这个是自然的自然的 你看正是因为有心理压力 所以说呢 这些所谓的骗子大师啊 这个高僧大德啊 就成为大家的座上宾了 普通老百姓呢 都不会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聪明的人啊 这么见多识广的人 会被这一个骗子糊弄来糊弄去呢 因为大家心里面呢 都有一种不安定感 普通老百姓的不安定感 就是柴米油盐的问题 你们的不安定感呢 那是感到身家性命都在危险之中 那这个是不是个正道呢 那也不是的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 除了你要是相信王林这种骗子 那还好一点 但是你如果是相信那些所谓的高僧大德 那些上师喇嘛呀 那就更麻烦了 因为其中很多人是为情报系统工作的 你要是去跟他们去倾诉忠常 那就是正好入了别人的圈套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不要相信那些旁门左道 如果你真是要找信仰的话 那么你要找一个正确的信仰 正信 你要想接受意见的话 一定要接受那些正确的意见 叫正见 什么是正信呢 就是信天道 什么是天道呢 天道就是人心 就是民心 古语说的好 天听自我民听 天事自我民事 老百姓看见的就是老天爷看见的 老百姓听见的就是老天爷听见的 民意就是天道 顺应民意 就是顺应天道 这才是正确的信仰 这才是正确的见解 现在民间的不满情绪是非常大的 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进一步的恶化 这个民间的不满的情绪 很快就会达到临界点 所以我们这次接受国内的各个阶层的精英人士的委托 在海外创办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就是希望在中共体制把这个国家领向彻底的毁灭之前 老百姓通过大规模聚集的这种形式来显示民意 希望大家站在人民的一边 那个时候中国就有希望 中国就会顺应历史潮流 中国就会走向人类文明发展的正轨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老百姓对你们的期待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历史的机遇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